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一小时爆仓10.21亿 24小时内13.6万人爆仓50亿 与此同时 美股区块链板块跌幅扩大 比特矿业跌近20% 第九城市跌9% 加南科技跌5.5% BIGITAL巡围一帮国际MARIFORPAT均跌超4% 就在刚刚 国家宣布出手了 将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据中国政府报 5月21日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召开第51次会议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金融领域重点工作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 金融委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金融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新单政策精准适应市场主体需要 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金融服务水平提高 金融支持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区的明显时效 会议要求 金融系统要坚持大局一时 坚持稳子当头 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 把握好度 不搞急转弯 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一是进一步服务好实体经济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 继续实施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 增强围观主体活力 文企业保就业 大力支持普惠小微 乡村振兴 制造业 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发展 二是坚决防控金融风险 坚持底线思维 加强金融风险全方位扫描预警 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线 着力降低信用风险 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 要维护股 债会市场平稳运行 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 严惩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要严密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有效应对输入性通胀 加强预期管理 强化市场接管 做好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 三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推动币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加快资本市场改革 推动债权市场高质量发展 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回归本源 坚守定位 遵循绿色理念开展投融资行为 继续扩大高水平金融开放 最近 比特币 其他虚拟币 以及交易平台股价的突然不景气 一方面是因为监管因素 另一方面是市场因素 景气 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反弹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 5月18日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公告强调 金融机构 支付机构等会员单位 不得用虚拟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 不得直接或间接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 各家银行也率先关注到了比特币侵害人民币 法币地位 及其洗钱风险 比如中信银行在4月22日公告称 为保护社会公众的财产权益 维护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 防范洗钱风险 从即日起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我行账户用于比特币 来特币等的交易资金充值及提线 购买及销售相关交易充值码等活动 不得通过我行账户划转相关交易资金 已经发现 我行有权采取暂停相关账户交易 注销相关账户等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 4月17日 土耳其央行发布声明称 明确禁止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货币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支付形式 土耳其央行还禁止电子货币机构 充当向虚拟货币平台转账的中介 不仅如此 4月18日 印度政府关于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也再次传出 多家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将禁止虚拟货币 对在该国交易 甚至持有此类资产的人除以罚款 任何有关加密资产的行为被定义为犯罪行为 事实上 自2020年12月比特币开启风涨模式以来 除了土耳其外 海内外各国呼吁防范虚拟货币风险的消息率又出现 在虚拟货币监管方面也逐渐收紧 美国财长英伦就曾公开表示 比特币具有高度投机性 投资者应该当心 在虚拟货币监管收紧方面 据媒体报道 韩国自3月25日开始实施虚拟货币交易使命制 韩国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必须在2021年9月前 向政府机构报告其交易数据 并称将严厉打击与虚拟货币交易有关的非法活动 4月5日 阿根廷央行向国内区域性银行发出通知 要求提交购买货持有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货币的客户信息 国外央行逐渐收紧虚拟货币监管 也与虚拟货币价格持续走高有关 王鹏表示 在2020年海外多国主导的宽松货币政策下 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价格大幅上升 以经济金融基础较为薄弱的土耳其为例 在产生大量通货膨胀后 炒作兴致的虚拟货币积累大量系统性风险 将进一步侵蚀央行主导的全球金融 结算体系 相关金融监管部门 必然会采用更为审慎的态度 来对待虚拟货币 据富途牛牛援引普文马肯天通计 自2012年以来 比特币共计经历了15次从高位回调的行情 其中 2012年8月17日19日 跌幅达56.3% 主因是 有人运行了一个名为比特币储蓄信托 的庞氏骗局 共设计70万个比特币 根据当前的价格计算 这些比特币价值达到2.43亿美元 随后当事人Trandon Shivers被捕入狱 判罚4千万美元 2013年4月10日12日 跌幅高达82.6% 2013年11月30日 到2016年1月14日 跌幅高达86.9% 回调原因包括 已中国禁止比特币 二昔日世界最大比特币交易所 能够X被黑客攻击 并最终宣布破产 该案建设85万个比特币 按当时价值计算约5亿美元 2017年12月17日到2018年12月15日 跌幅83.6% 在此期间 日本东京黑客 入侵了一个名为Pocheck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盗走了总值超5亿美元的数字货币 2021年4月14日5月17日 跌幅51.1% 期间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将停止使用比特币来购买特斯拉电动车 据新华网客户端 虚拟货币本质上 是没有实际价值之长的虚拟商品 并不是真正的货币 且投资风险较高 为什么还能如此令人疯狂 狂热的投机客 煽风点火的宣传 坐享其成的中介 投机炒作盛行 推动虚拟货币时常走热 有关炒币的营销信息 在互联网平台上领先不鲜 加上一些自媒体和炒币可的推博助澜 不少投资者由此入坑 但这类宣传信息 有意放大了虚拟货币的所谓高额回报率 却时常刻意忽略投资的高风险 此外 大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受法律监管 虚构交易 操纵价格 断网跑路 诈骗勒索等情况时有发生 尤其在我国 一些地下交易所服务器往往设置在境外 投资者财产较难获得保护 其实 炒作虚拟货币 风险不仅存在于金融市场 还让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如影随形 比如 诈骗分子谎称准备大量收购虚拟货币 请专业炒手操盘 并承诺交易费用和一定的比例的报酬 为了使炒手对代购深信不疑 前期成功交易几笔使对方完全入套 最终以最大的一笔交易为目标 得到炒手的虚拟货币后不支付交易费用 直接跑路并将虚拟货币套现 故意夸大虚拟币 炮制空气币概念 进行非法融资 吸收公众存款 最终爆雷跑路 比如 虚拟币钱包 用分红和奖励催促会员发展下线 通过拉人头 导致200万人卷入传销组织 涉案金额超400亿元 还有传销组织 自称国币 用天和暗号运算 以提供虚拟数字货币增值服务为幌子 进行非法集资 传销诈骗活动 利用虚拟币可以变现的特点 为犯罪行为写黑钱 有媒体报道 日前遭遇黑客勒索的美国最大成品有管道运营商 就被迫以虚拟货币支付了赎金 与传统投资工具相比 虚拟货币市场不成熟 波动性高 投机性高 炒作性高 且缺乏明确交易监管规则 风险极高 如何防范虚拟货币炒作 交易风险 是监管部门一直关注的问题 严监管也是大势所趋 面对虚拟货币的市场 乱象和衍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需要各方合力给虚拟货币带上紧箍咒 在国家进一步严格监管的同时 消费者还是要增强风险意识 不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千万别惊喜虚拟货币的造福神话